中午好 欢迎收看八度空间怀新闻 我是李怡玲 马上来关注最新焦点新闻 政府今早推介国家团结行动计划 以及大马一家人团结计划 沙巴土团党支持把首长任期限制在两年 欧洲多国失手出现Omcron确诊病例 英国重新寄出口罩令 专家担心疫苗会失效 五间新闻一开始 先带您关注首相纳杜斯里·伊斯麦·沙比里 今天正式推介国家团结行动计划和大马一家人团结计划 以国家原则为基础 让各族群在差异中凝聚力量 进一步完善团结的理念 伊斯麦·沙比里在吉隆坡国际会展中心的推介里上表示 政府制定这两项分别十年和五年的项目 不只是纸上谈兵而已 而是有计划的实现目标 巩固和维护人民团结 大蓝图含阔五大策略 包括维护君主立宪制度 建立维持和珍惜团结的社会 促进公平公正的社会经济 确保对不同的宗教和传统文化 保持开放和宽容 以及通过科技和创新建设进步社会 沙巴土团党支持沙巴首长任期限制在两届 沙巴土团秘书纳杜·莫哈默·拉扎里指出 限制任期能够确保首长以及整个行政团队专注于发展议程 而这也符合人民预期 土团党是沙巴执政党 也是首长纳杜·哈芝芝所属的政党 11个区部在昨晚的土团党大会上 支持首长任期只限两届 而这也是执政的沙巴人民联盟 其中一项改革方针 大会也一致呼吁中央政府兑现1963年 马来西亚协议 透过发展周内基础设施 提升教育水平等等 保障沙巴人民的权益 来关注疫情消息 国内昨天通报40宗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8个人送院前已经病逝 全国累计死亡病例达到30,280宗 最新通报的死亡病例当中 有38名患者在过去7天内死亡 P里有6个人病逝 是全国死亡人数最多的周数 吉兰丹、雪安娥和登加楼个别新增5宗死亡个案 目前我国新冠肺炎人均死亡病例是东盟最高的 平均每100万人就有919人染疫死亡 新冠变异毒株让全世界都慌了 英国和德国已经发现Omicron的踪迹 荷兰也可能会失手 安全起见 英国再次收紧防疫措施 强制隔离所有入境者 重新寄出口罩令 专家警告 Omicron可能会让现有疫苗失效 可是或许还有能力预防重症和死亡 各国制药商也有望在100天内研制出对抗新毒株的疫苗 英国出现两宗Omicron病例之后 英国首席医疗顾问会递警告 变异毒株的刺突蛋白存有许多突变 由于这是病毒进入细胞以及疫苗针对的接触点 因此有可能会让疫苗失效 但还需要更详细的研究 才能确认疫苗的真正有效性 可是有总比没有好 英国首席科学顾问瓦兰斯也表明 是否需要增加疫苗剂量来对抗新毒株 还得观察一段时间 可是疫苗制造商一直不断地研究更强的疫苗 来对抗更多的变异毒株 因此可能有一定的效力 还有几家公司已经表示 可以调整现有疫苗 并在大约100天内推出能够专门对抗Omicron的疫苗 同时首相约翰逊也宣布 强制所有入境英国的居民或游客隔离筛减 曾经和Omicron确诊者密切接触的人 则必须强制隔离10天 英国也将恢复在公开场合 也就是商店和公共交通戴口罩的规定 为了对抗新变异病毒株 英国也会积极推动加强针计划 提高保护力 此外为了让英国人能够在下个月底快乐过圣诞 约翰逊也保证 不会进一步落实全国封锁措施 除了英国 德国也传出两宗Omicron确诊病例 两名从南非回国的德国人 星期三检验不过关 居家隔离 后来确认两人感染了新的变异毒株 荷兰卫生局星期六也表示 两趟从南非抵达的航班上 有61名乘客感染确诊新冠肺炎 占了总乘客人数的一成 目前所有乘客都隔离在 阿姆斯特丹基辅机场附近的一家酒店内 而且政府坦言 当中有可能有Omicron病例 新冠检测呈阳性 有症状的乘客必须隔离7天 没有症状的乘客只需要隔离5天 检验呈阴性的荷兰居民 则必须在家隔离 但没确诊的外国游客 则可以自由活动 航班上多名乘客在社交媒体表示 他们降落机场之后 被带到一个房间 等了4个小时才筛检 如同囚徒 等待期间 所有人几乎都没有保持肢体距离 资讯也非常混乱 有的人甚至席地而睡 全球多个国家陆续向非洲南部发出旅行禁令 在南非 许多旅客因为航班取消而滞留在机场 同时炮轰 航空公司应对不善 对他们不闻不问 没有提供膳食 也没有提供任何资讯 或者安排其他的航班 一名准备出国考试的学生 直接抨击突然下达禁非令 是毫不合理的 虽然各国需要防范病毒株 可是贸然下令 除了影响个人生活 也冲击经济 也有南非人说 下达禁令的国家 确诊病例比南非还要高 凭什么就阻止他们入境 不过也有人坦言 安全至上 行程推迟个几天 算不了什么 就在南非抱怨 为何第一时间通报 Omocron 却换来国际社会 为难的时候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就赞扬南非 迅速鉴定新毒株 和通报疫情的做法 言语中几乎毫无遮掩 打脸中国 发现新冠肺炎的 初期应对方式 布林肯和南非国际关系 及合作部长潘多尔 事后已经第一时间通话 商讨如何帮助南非人 接种疫苗应对疫情 布林肯也借机 赞扬南非政府公开透明 向外发布疫情信息 是全世界的楷模 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中国 不过疫情以来 屡屡指责中国隐瞒信息的美国 显然就在纸上骂怀 红毒拉斯平民捡垃圾维生 和秃鹰抢地盘 随时被攻击 欢迎回来 今年7月才胜选就任的 秘鲁总统卡斯蒂略 因为涉贪而面对弹劾压力 成千上万名示威者 星期六响应右派反对党 人民革新党的号召 走上首都立马的街头抗议 要卡斯蒂略辞职下台 上任短短四个月就被民众唾弃 起因是毕鲁检察官 在他的前秘书长帕切克 位于总统办公室的运室内 发现了来历不明的2万美元现金 反对派服务议员之后提成动议 寻求弹劾卡斯蒂略 一旦获得议会表决通过 就能启动弹劾程序 尽管如此 总统坚持清白 凡使前朝政府贪腐问题严重 支持弹劾的人等同于犯罪 英吉利海峡移民船 颁复的悲剧呢 为英法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外交危机火上加油 也牵动着英欧关系 对于英国要法国管好暗善的移民 欧盟直接提醒英伦 脱欧时既然打着取回控制权的口号 那就应该自行管理边境问题 在家属哀悼死者的同时 一批示威者也要求政府 开放更多难民合法安全地进入英国 最近几天的边境问题 让英法两国的社会躁动不安 英吉利海峡发生史上最惨重的移民传难后 英国星期六在唐宁街首相府附近示威 呼吁英国政府废除一部分的国籍和边境法 并增加难民合法安全入境和申请庇护的途径 郑瑜正在处理移民和庇护条约的欧盟高官 也在希腊隔空喊话 要英国别再甩国 我认为这一次性格出现 有很多人死在一一层 是一判之的 是很可爱的 但是它是一个更多的问题 我们的政府是完全是更加异性的 当时关于选择人家的选择 他们并不在于兴趣的政策 和在我们的生命中 我认为这些事会发生的 我们赶紧张述 现在他们抓得更多难为他们 一下 国内的联盟 把联盟离开了 英国联盟 所以 英国联盟 现在他们判断 对账纳动 水管理 国生 和 如果我记得 好 選擇遠渡重陽是為了更好的未來 但這一次再有27人在生命好賭中賭輸了 其中一人就是來自伊拉克庫爾德地區的21歲學生巴蘭 原本打算到英國和未婚夫團聚 結果這對在家人眼中親密恩愛的模範情侶 從此天人永隔 這條死亡橡皮艇的蠢 身份也陸續曝光當中包括一名要到劍橋探訪兄弟的伊拉克青年 以及一名母親和三名孩子都葬身大海 年紀最小的才7歲 洪都拉斯大約六成人口在貧窮線上生活 最底層的人口靠著在垃圾堆撿回收品維生 除了要忍受惡臭空氣污染以及隨時被割傷 頭頂還有另一個風險就是等著他們 那就是在同個地盤尋找食物的秃鷹 隨時俯衝下來攻擊他們 我來收集下來 我從14歲我來 我從這裡我保持我的家 我自己在家 others我保持我的家 我給我一點點 因為育衣 來這裡有四個孩子 從這裡 從這裡 這些拾荒者獲得市政府的批准 允許他們在垃圾廠內拾荒 宏都拉斯本來就因為毒品罪案 幫派問題 政治貪腐和天災問題 多災多難 隨著新冠肺炎爆發 失業率更是大幅提升 不少年輕人只能到垃圾堆拾荒 勉強糊口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賈靜雯和張震雙雙首度奪下金馬影帝影后的寶座 在韓國爆紅劇集 由於遊戲中扮演臥底警察的魏和俊 推出最新作品《Shark the Beginning》 扮演綜合格鬥大師帶領被霸凌的少年衝破極限 這部電影正在《DonDon Cinema》獨家播出 影迷可以先讀為快樂 好 新聞的最後 我們到德國聖誕市集感染佳節氣氛 我是伊林 祝您星期天愉快